點下去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特別特別特別注意啦 因為這地方如果你之前沒學過Java的 刮鬍常常搞錯 不深眉矩太多 所以 如果你要知道後刮鬍前刮鬍的位置 你點 點後刮鬍前刮鬍在哪裡 他就告訴你 那這個刮鬍 點下去這個地方 好像原來不是紅色的 好像灰色的 那我在按右鍵 喜好設定這邊 我會把強調刮鬍的顏色 把它改為紅色 原來好像是灰色 灰色有點看不太清楚 那你點下去就知道 他們之間的這個關係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跑完之後 秀出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OK這個是潮狀回圈的部分 另外如果已經做完了同學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這邊還有STAR 這個STAR也是很蠻經典的 無論是哪一個傳承員都有這個STAR 也是潮狀回圈 如果我今天要跑出來 跑出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可能到十幾 十二個 或者二十三十都可以 的這樣子 其實任何語言都跑得出來 你無論是 寫 寫VB 寫VBA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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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這樣的正三 我不要由大到小 我要由 我要倒過來 由大到慢慢的 就是等於這個方向顛倒 甚至還可以輸出成一個 所謂的三角 正三角形出來 輸出的話變成正三角形 是上 上也可以啦 倒過來也可以 如果說你朝鑽回圈可以 要輸出什麼 有什麼的話 基本上 你這個回圈部分 就以後會很得心 因為你怎麼輸出都對 最怕就是你怎麼輸出都不知道 放錯位置 諸如此 所以 這個部分 請各位稍微 看改寫一下 改寫一下這個 START部分 1到12格 或者是 把它顛倒一下 把畫面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有關 巢狀回圈的練習 當然 這個FOR回圈之外 其他還有像FOR回圈跟DOFOR回圈 基本上兩者 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地方是 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 我們在不一樣的用途上 會有用不一樣的回圈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我們後面再來講 請各位把剛剛的那個 朝鑽回圈再做練習 因為 中午休息也沒剩幾分鐘 所以剩下時間給各位做練習